再来关注国民党的人事安排 朱立伦明年将卸任国民党党主席 近日党魁之争被外界认为是 已经开始提前决力 据台媒报道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明年将卸任 传出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总赵傅昆奇 有意参选下一届国民党主席 另外台中市长卢秀燕 因2024年复选在全台累计高人气 也被外界视为角逐党主席的强力人选 对此朱立伦表示 近来有人放谣言制造困扰 都是要造成中国国民党的内耗 这是民进党阴谋或特定人士的小动作 对此不必讨论 很多人在放谣言制造困扰 都是要造成国民党的内讧或者是内耗